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花絮放不停 违和防暴对你到底有多少库存没有放出来 掉足了大家胃口 果然是拥有王一博 就是不缺热点 这次王一博是那个与众不同的肌肉猛男 话说回来 王一博为了违和防暴对这部戏 可是下了邪本 增肌增到连健身房的教练都自愧不如 肌肉线条清晰到可以在上面玩连连看 不过 这肌肉可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人家是为了角色 为了艺术 为了 好吧 也为了粉丝的尖叫声 在片场 王一博不是在做俯卧撑 就是在做拉伸 简直就是健身狂魔 他的健身日常可以总结为 俯卧撑 拉伸 再俯卧撑 再拉伸 无限循环 导演都忍不住调侃 一博啊 你是来拍电影的 还是来开健身房的 不过王一博对得起卷王这个称号 会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肌肉 会找空就练俯卧撑 一刻都不停 使不完的牛镜 与此同时 拍摄过程中 还有不少有趣的事 而说到种菜 王一博那可是一把好手 在拍摄一场 维和冰种菜的镜头时 他挖菜的速度比导演喊action还快 结果 导演还没开机 菜的已经被他挖了个底朝天 导演只能无奈地喊 一博 等等 我还没开机呢 你菜已经挖没了 王一博的幽默感也是杠杠的 在片场 他总能用他的冷笑话和搞笑行为 给紧张的拍摄氛围带来一丝轻松 比如 他会突然来一句 导演 我是不是挖得太深了 连地球另一端的菜都挖出来了 刘伟强导演对王一博的评价也是高得不得了 他说王一博是个观察型演员 别看他平时不出生 到出生就很厉害 好演员就是这样的 先观察 观察好了他知道哪些点是他需要抓住的 他跟你说的都是重点 难怪刘伟强会把王一博推荐给于东出演无名 因为对他的欣赏是油然而生 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是个电影新人 可是做一名好演员 是王一博认定的 就会专注就会认真对待 别说王一博会红 他踏踏实实做事 人也聪明 昔日也许你认为他年轻 是个爱豆偶像 看重的是他身上的流量 可是如今 他会让你刮目相看 合作过的人 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 都会对他大家赞赏 毫不吝啬 甚至都会二搭 由此可见 他到底有多好了吧 就是这么让人骄傲 总会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王一博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看王一博在菜地里挖菜 我都一度感觉 他应该是会种地的 不知道未来王一博会不会拍几部乡村题材的作品 有点期待了 目前为何防暴对票房一路高歌猛进 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王一博 也成功拿下榜一的位置 目前豆瓣开分5.6 着实有点低估了这部作品 各位摩托大军们 继续加油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